全能神经典话语 国度中的子民 你们有谁不是人中间的一个 有谁是人以外的情形呢 在我心的起点公布于众时 人的反应又会是如何呢 人间之状 你们曾亲眼目睹 难道还不打消 在世长存的念头吗 我现在是行走在众子民之中 是生活在众子民之间 今天对我有真实的爱 这样的人有福了 对我顺服之人有福了 必在我国中存留 对我认识的人有福了 必在我国度之中掌权 对我追求的人有福了 必从撒旦的捆绑之中 投脱出来 而享受在我之福 能够背叛自己的人有福了 必被我占有 承受我国中之丰富 为我跑路的我纪念 为我花费的我悦纳 向我献上的我给予其享受之物 享受我话的我祝福 必是我国中的栋梁之助 在我家中必然丰富无比 无人能相比 为你们的祝福 你们可曾接受 为你们的应许 你们可曾去追求 你们必在我光的引领之下 而冲破黑暗势力的压制 必在黑暗之中 不失去光的引领 必在万物之中做主人 必在撒旦之前做得胜者 必在大红龙的国垮台之际 而站立在万人之中 做我的得胜之证据 在秦国之地 你们必坚强不动摇 因着所受之苦 而承受在我之福 必在全雨之下 闪现出我的荣光 我的智慧 在全地之上 又在全雨之中 万物其间 是我智慧之果 万人之中 又洋溢着 我智慧之精品 所有的一切 都如我国中的万物 所有的人 如我草场中的羊 都栖息在我的天之下 我行走在万人之上 举目观看 不曾有一物是旧样 不曾有一人是旧态 我在宝座之上安息 在全雨之上躺卧 我心满意足 因为万物 又都恢复圣洁了 我又能在西安中 安然起居了 地上之人 又能在我的引领之下 安居乐业了 万民都在我手中 操持一切 万民又恢复了 原有的聪明 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不再是满身尘土 而是在我的国中 圣洁如玉一般 各个都面貌 如同人心中的圣者一般 因我的国 在人中间成立 我行走在万人之上 举目观看 不曾有一物是旧样 不曾有一人是旧态 我在宝座之上 安息 在全宇之上躺卧 这正是现在 神做工的结果 所有神的选民 都恢复了原样 因而 受苦多年的天使 得以释放 正如神说的 面貌如同人心中的圣者一般 因着天使在地上做工 在地上侍奉神 而神的荣耀 又遍及全地 就此 把天带到地上 把地举到天上 所以说 人是天地相连的纽带 天与地不再相隔 不再分离 而是连于一 整个世界 只有神与人的存在 不存有尘土 不存有肮脏 所有的万物 都变化一新 犹如小羊一样 躺卧在天之下的 绿色草原之上 享受着 神的全部恩典 正因为绿色的来到 才焕发出一片生命之气 因为神来在人间 与人一同生活 只存到永远 正如神口中的 我又能在西安山上 安然起居了 这正是撒旦失败的标志 是神安息的日子 这一日被万人送赞 传扬 被万人纪念 神在宝座上 神在宝座上安息之时 也正是神在地 结束工作之时 此时 正是神的全部奥秘 向人显明之时 神与人将永远和睦相处 不再分离 这正是国度美景 国度之中的得胜者 按照公用与所作见证的不同 在国度之中 做祭司或跟随的人 凡在患难之中得胜的 便成为国度之中的祭司团 成立祭司团 是在全语的福音工作 都结束的时候 那时 人所该做的 就是在神的国度尽本分 在神的国度之中 与神同生活 在祭司团中的 有祭司长 有祭司 其余的是众子与子民 这都是根据患难之中 对神的见证而划分的 并不是随便称呼的 人的地位一定归 神的工作就停止了 因为人都各从其类 都归附原位 这是大功告成的标志 这是神的做工 与人的实行的最终结果 是神做工的意向 与人的配合的结晶 最终 人进入神的国度之中安息 神也回到居所之中安息 这是六千年来 神与人合作的最终成果 可不得者 帮着语咱们从简ал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